王毅最近要訪問好多國家 法國 義大利 匈牙利 跟俄羅斯 還要德國出席第59屆 慕尼黑安全會議 真的有點忙 來看到這個時間點 剛剛中國大陸外交部宣布 2月14號到22號 要去法國 義大利 匈牙利 俄羅斯 這些相關國家 尤其是俄羅斯的部分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就被講說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 為什麼要去俄羅斯呢 當然就是要鋪墊什麼呢 習近平主席跟普丁總統 在春天的約定吧 我認為其他三個國家可能也都是 都是訪華 那很重要 有哪些國家 法國 馬克宏 義大利 梅諾尼 匈牙利 奧班 俄羅斯是普及 都是元首高峰會 所以是法國 義大利 匈牙利 是要來訪華 那俄羅斯 習近平要去俄羅斯嘛 那基本上 都是要在王毅這個國務委員 他現在是外事委員會 外事委員會 他等於是在做安排 對啊 那瞭解有哪些議題可能成行 所以我認為 他知道他主軸是要去慕尼黑安全會議 可是之前去這四個國家 那就有意義了 那這是要敲定高峰會的內容 OK 因為到了這個級別 大概就是要敲定 對啊 外事辦公室主任王毅 連他去初級 那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 就是高峰會 高峰會 所以就表示馬克宏 然後馬洛尼還有奧爾班 都會訪華 其實奧爾班他訪華 其實真的不意外 法國跟義大利也是講了很多次 那尤其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在那個 APEC左右 然後 習近平不是就跟他們見面嗎 然後梅諾尼啊 原本說什麼有點抗中 還好開心 跟這個習主席一起會晤 然後法國馬克宏也是如此 我想再特別問一下 因為法國就跟中歐投資協定 很有關係 那之前的時候 中國大陸駐歐的大使 附聰他也說 中歐投資協定 雙邊可以怎樣 互相解除制裁 中歐投資協定 其實也可以好好做下台 這對法國 對義大利 對歐洲來講 才是比較好的 我認為現在這個問題很難談 卡住了啦 被俄武戰爭卡到 沒錯啊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法國優先 還是要談俄武戰爭 OK 就是 因為法國他是要成為 歐洲的政治領袖 所以這種經濟問題 對他來講不是最優先 OK 而且 因為那個很麻煩 那個表決起來 還要歐洲議會同意 各國都要同意 那也不是法國能夠拍板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 他先要瞭解 俄烏戰爭中國的思考 那義大利那個 Maloni他本來就 習近平跟他見面 就已經對他邀請了 對啊 說有那個國際消費 不知道什麼 精品節吧 叫他去參加 去出席 他就好開心 對啊 因為他要讓他當首席 所以義大利本來就有很多 這方面的產品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中國跟美國各玩各的 現在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你講的嘛 毛澤東講的嘛 因為你現在 你整個國家都 陷入民粹情緒嘛 對 那反正你自己要 自己 去延誤時機 你我有什麼辦法 我就繼續往前走 是啊 就是這意思 是啊 這一走走了很多耶 很多都還是你的那個 所謂的盟友嘛 G7的盟友 法國啊 義大利啊 這些都是啊 這個也不稀奇啦 因為 本來G20 習近平見了那麼多人 就是有收尾的動作 OK 那只是時間差而已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 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 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 新產品叫做 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